从逃逸创作把无奈无助的人生低潮转化成为创作能量 找回儿时的纯真和快乐 花莲新生在逃逸家刘楚源 他日前在导人艺术空间举行的岁月30首场各展 展出了三大系列20多件立体逃作 呈现他求学期间面对疫情冲击新进的启程转合 以无助、同趣、寻思三大系列20多件逃逸立体创作 分享远赴英国求学计划受疫情影响后的心路历程 花莲新生带逃逸家刘楚源 日前在导人艺术空间带来首场冲作各展岁月30 以禅作为灵感 在重大挫折后以逃逸疗愈自己 在过程中沉淀并找回童年的纯真和初衷 我出国的时间是28岁 所以我觉得28岁出国的心境上跟以前学生时期的心境上一定不同 我有非常大的理想跟抱负跟目标 所以出国这次机会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但就遇到了疫情 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很难预测这些变化 所以我就躲回台湾了 那躲回台湾其实因为我的目标梦想全部都被打断 所以我有一阵子是真的是非常的灰暗 那我包含我变得没有自信 我变得没有目标 我没有憧憬 对 那刚好这次 所以我就把用逃逸把它寄出 做出来 那所以我第一个系列是无助系列 那这个就是我真的呈现我自己当时的想法 那 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有一定叫做选择题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在选择要不要更改班机提早回来的这个过程 这个选择对我来讲是非常折磨的 刘楚源从小在桃医家母亲彭雅美尔如木然下学陶 发挥天分 学业的关系一度中断 直到大学就读艺术专业重拾桃医 2019年被疫情打乱的英国留学 让他一度陷入低潮 我一直觉得多生命都在做全息 他可能不是一次 他会一直要保持热情的军阅对他 这就是丰富的人生 在跌落 在往上爬起 这起起落落 这就是我们要经历的 那因此我觉得桃源的作品 其实这个很真实的呈现他的小时候 他很天真 很阳光 甚至他在我进屋中 是一个很温暖的孩子 那所以这个温暖的孩子 他要面对他的另外一个遇难的面 我都看在原理 可是我不打扰他 我认为这是人生命经历的 那我是期望说 如果走得顺利 两年之后 再来看他的那个职位 那我希望除了行之外 能够把韵味表现出来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 刘楚源父母 表辈专家刘正成与陶一家彭雅美 也为开幕站台支持 并对儿子的艺术之路表示 由衷认同 鼓励持续创作 4月30是刘楚源30岁的心态转变 作品有着生动表情 浮夸又风趣的肢体 使陶一作品赋予丰富情感 将新进的启程转合呈现在作品 接着将王彦华联系报导